好,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知识点叫做水疗 这个水疗 水疗呢,基本上是一个大的项目 考中的频率也比较多 但是呢,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大家了解一下 看看到底什么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水疗 好,我们首先看单词叫做Hydrotherapy Hydrotherapy 神奇的O,前面Hydr,Hydr,就是水 后面加上治疗,就是水疗 这个字很好认 所以大家把它分开认 别看它长,不用怕 一看中间神奇的O,把它挡上 只要看见中间有O的 我们就把它分开看 前面叫做Hydrotherapy,就是水 后面是therp,就是治疗 那么用水的治疗叫做水疗 好,既然叫水疗 那就要使用水 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有三种形态 Until think, water, ice, steam 三种形态 正常的水 Water, ice,我们的冰 还有steam,蒸汽 这三种形式都可以成为水疗 以这三种形式的出现的治疗方式 都是水疗 水,大家就好理解了 比如说用温热的水 对吧,我们的足欲 泡泡脚,洗洗澡 这个都是有water ice,冰敷 对吧 cry service 这也是水疗 steam steam是这样 蒸汽 比如说我们干什么 蒸汽浴 对吧 蒸汽房,蒸汽浴 这个也属于水疗 所以题目当中呢 出现这个有水 有冰 有蒸汽的 都可以认为是水疗的一个基本形式 好 那么水疗还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一看 contracted bites bites until the balls heat bites and the cold bites 对比域 可以是 热水和冷水交替的 这种洗浴方式 就叫做对比域 contracted 对比 对比疗法 我们在题目当中也会提到这个对比疗法 什么是对比疗法 有冷有热 有冷有热的 这个就叫做对比疗法 这个对比疗法可以干嘛呢 decrease system information and increase the circulation 减少系统性的炎症和增加一个循环 减少炎症和增加循环 什么时候减少炎症啊 使用冷的时候 冷水域冷疗的时候 这个是减少炎症 然后再使用热水热疗 就是增加循环 这就是对比域的一个作用 对比疗法 那么具体怎么使用呢 就是先冷 后热 然后再冷 再热 最后还是冷 我们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客人 给他做这个对比疗法 对比疗法 什么是对比疗法 我们比如说治疗慢性病 这个慢性的炎症 慢性的水肿 这些东西 只要是慢性的 我们就可以用对比疗法 这个对比疗法 就是先冷 然后再热 最后还是冷 你可以做一组三个 冷热冷 也可以冷热冷热冷 这样交替的来 但是一定要注意 做对比疗法 对比域 一定是冷开始 冷结束 中间是热 一定是这样交替出来 不能热开始 然后冷再热结束 这个是不行的 千万记住 这是一个关键点 它是有顺序的 有先后顺序的 那么这么做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叫做 decrease pain and silver metabolites 就是减少一个腾控和细胞的代谢 细胞的代谢 你说这个代谢这个字 好多工业不认识 但是你把它拆开看 比较认识 这是什么 me是我 后面是什么 有点像我们常用的淘宝 就是我去淘宝 这个就是代谢 代谢 你把钱攒起来 然后去淘宝发出去 就是我们细胞的代谢 把能量储存起来 然后再把废物拿走 这个就叫做代谢 好 那么水疗还要注意一点 比较冷门 叫做什么 叫prevented sleeping 就是防止滑倒 既然是水疗 我们端着盆热水 或者拿着冰 它会化掉 地面上难免会有水渍 这些东西会容易把人滑倒 这个也是一个注意的一点 比较特殊 就是说这水疗跟滑倒有什么关系 还有这么一点关系 保证我们安全第一位 好 基于水疗 我们看一看 典型的叫做vc shower 叫做vc shower 叫维西域 用什么 用的waterproof table 一个可以防水的按摩床 with the multiple shower heads 一个多头的淋浴头 多头的淋浴头 维西域是用 有一个可以防水的床 然后多头的淋浴头 客人躺在床上 这个才叫维西域 维西域 大家注意 维西域的特点 就一定要有床 要有一个table 没有table的 不叫维西域 不能只认这个多头 不能只认这个淋浴头 这个不行 我们要看他有床 有水床才可以 好 这个维西域实际上 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大家想想 就是table shower 就是table shower 这个维西域说的就是table shower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叫做瑞士域 叫做瑞士域 瑞士域 是这个站着 就是淋浴头站着 从上到下 全身四周都喷过来 这叫瑞士域 有床的 叫做瑞士域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water temperature and body sentences 这是什么呀 水温和身体的感觉 有的人说这是干嘛用的 我们既然做水疗 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温度和身体的体感 哪一个适应 哪一个不适应 你要用多少温度的水 做什么事 好 首先我们看 叫做froding 华士的32度 f就是华士 和我们在国内用的 这个摄氏是不太一样 华士32度就是冰点 就等于摄氏的零度 如果要是看 这个水温达到了 32华士度f 这就冻上 就成冰块 那么 why recall 有时候说 这非常冷 什么温度叫做非常冷 32到55华士度 一般叫做 13摄氏度以下 13摄氏度以下 这个就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有疼痛感 您能把你冻疼 那这个冻疼了 这个呢 就是13摄氏度 32到55华士度 在这个情况下 是非常的冷 非常的凉 寒冷 cold 这一般的冷 是56到70华士度 也就是13到20摄氏度 这个度数 对于我们人类是 uncomfortable 他给出的叫做 不太舒服 可以忍受 但是不太舒服 下面呢 叫做 core 70到80华士度 或者是20到27摄氏度 这个时候呢 可以引起一个什么呀 ghost bombs 这个叫鸡皮疙瘩的 我们都知道 哎 鸡皮疙瘩的 凉爽 cold 凉爽 70到80华士 或者是20到27度 就20度上下 这个是凉爽 cold 有好多同学 就是这个冷 寒冷 cold 和这个cold 有什么区别 就有这么点区别 差这么几度 差了10度 下面呢 叫做温热 就不算凉了 略低于皮肤的温度 low skin temperature 皮肤的温度呢 我们一般认为是92华士度 所以呢 它叫做 tipping 80到92华士度 这个叫温热 说温水 是什么样的 是80到92度的水 也就27到34摄氏度左右 30度左右的 30度摄氏度 80度左右 80到92华士度 这个叫做温 温 那么最舒服的 它给出了一个体感标准 comfortable 是多少呢 34到36摄氏度 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温度 差不太多 我们身体是36度 5左右 那么343到36摄氏度 也就是93到97 华士度 90度到100度之间 这个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一般呢 如果要是给客人用这个水疗 我们泡脚啊 可以用这个中性的水 是最舒服的 下面呢 就是热 什么是HAT 热是98到104的化氏度 也就是37度以上 37到41摄氏度 Tolable 可容忍的 就是还忍得住 这个温度的水呢 热点 但是还忍得住 有的时候上了年纪的人呢 喜欢热点的东西 让我们泡脚就是不要超过104 不要超过这个度数 这热的 非常热 Wire HAT 105到110摄氏度 或者说呢 就是41到43摄氏度 一个可忍受的 For short practice 就是呢 短时间的可忍受 有一会儿可以 这么热的水 100华氏度以上的水 41到43 泡在里面 一会儿 待一会儿可以 再高了 就不好了 Wire HAT Temperature About 110华氏度 Shall not be used for hydrosphere Purpose 超过了 超过了 这个110度的水 不宜用于水 不宜用于水疗 不宜用于水疗 那时候我们给客人用这个热水 做水疗 记住 不要超过110度 专业的地方呢 拿温度表试一试 110度以上的水 容易造成烫伤 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 尤其是有这个足疗店的 或者是美容啊 或者需要有这种业务的 给客人做水疗 用热水治疗 温热一点的 在100度一点 104左右 105左右 这是稍微热一点 稍微热一点 不能超过110 极限温度110度 超过了容易受到损伤 客人容易受到损伤 这什么呀 就是浴缸 浴缸的水多少比较合适呢 and hydroturbo should not exit 104 就是不要超过104 华氏度 大家注意发现 就是104 105 华氏度以下的 我们还是可以用的 超过104 最多不能超过110 超过110 绝对有危险 所以控制在104 105 100度左右 这是最好的一个温度 我们自己泡澡 也不要太热 太热也不好 那么温度再高一点呢 叫做painfully 已经疼痛了 painfully hard 非常热了 这样的一个高温 110到120 华氏度 43到46度 叫interval 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 再厉害一点的 叫danger state hot 这是什么呀 危险的高温 你看到danger 这是危险的高温 大于120华氏度 或者50摄氏度 can cause burns 就是有可能导致一个 burning 烧伤 烫伤 所以50度已经是受伤的温度了 受伤的温度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水疗 或者自己在给自己做水疗的时候 千万注意啊 什么温度的水可以用 什么温度的水不能用 我们今天详细的做了介绍 这个水温的介绍 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这个 有人去讲 在这里呢 单独给大家列一个表 然后呢 大家作为一个知识的一个扩展 了解一下 对自己工作当中呢 也有很大的好处 最后呢 bolling 212华氏度 也是100摄氏度 水就开了 如果要是拿着开水来做水疗 大家就想一想后果 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水温的大致的介绍 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看一看 有需要的 包括有这个足域的 有在做这个水疗这项的业务的 这样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同学们 可以把这个水温好好控制一下 好 我们基本的概念 关于水流的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